在10月的活动日历中 策划标注了万圣节图标 虽然距离万圣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在日历中20号有一个南瓜头图标 表示万圣活动将提前预热上线 根据往年的万圣节活动 策划会准备商城金皮和福利紫皮 当然也会安排返场活动 重新上架往年的非限定商城时装和活动紫皮 目前 策划只在卧谈会中公布了金皮的人选 杂技演员将拿到万圣主题西式时装 紫皮应该还会选用高人气的COS时装 福利时装连续几年都是求生者 希望本届是屠夫的皮肤 而玩家十分期待与传统万圣节相关的皮肤风格 蝙蝠 南瓜灯和幽灵等元素更为大家喜爱 杰克的金皮就是经典的吸血鬼风格 明显比菲尼克斯更适合万圣节活动 在最新的周边联动又推出了6件时装 并且造型都很精美 在游戏中时装的话应该都是西式品质 如果策划能按照这些周边设计万圣金皮 那肯定会吸引很多玩家克金 雪魔风格设计难度并不大 时装使用欧式宫廷装扮 再加入红色修饰物即可 总的来说万圣节活动已经提上日常 10月下旬就会开始预热宣传 杂技演员的金皮造型便会公布 万圣节时装已不再限定 同时也能使用碎片兑换 如果回升或碎片数量不够的话 现在就需要开始藏快乐时了 因为留给大家的时间不多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的快乐时还有多少呢 我又没有碎片子